单位演员的她,红遍中国,但她让人记住的,依旧只有这部剧,着实让人惋惜。 张纳拉1981年出生于韩国首尔,长相甜美亮丽的她,从高中时就开始接拍电视广告。 2002年,当时还是新人的张纳拉,出演了SBS的《明朗少女成功记》,收视率高达42.6%,更是凭借该剧,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的新人大奖。 2004年,张纳拉被委任担任中国宣传大使,其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中国。 原本张纳拉在中国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,要是她还在中国发展,估计那些毫无演习,硬是靠颜值强撑在娱乐圈的演员,都没有他们什么事了。 难怪张纳拉会因为说错一句话惨遭封杀。 2009年,在韩国的一个娱乐节目上,张纳拉说,每次制作费紧张,都会去中国演出,结果节目翻译成汉字确诚了,没钱就会去中国演出,这引起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。 不少网友认为,张纳拉言下之意,就是把中国市场当成自己圈钱的地方。 随后,张纳拉也录制了中文视频进行造成,称圈钱说,只是娱乐节目为制造夸张效果导致的误会,我是为了宣传才上这节目的,当时我只是开玩笑替父亲教区,说她在中国一直负责演艺事业很辛苦。 但不管真相怎样,圈钱们对张纳拉中国演艺事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,舆论使得张纳拉只能回韩国币风头。 站在回国后,她却被自己人张面骂了她,在外界和自身的双重压力下,张纳拉还一度患上了抑郁症。 近两年,张纳拉又重新回到韩国观众的视野队,年过三十的她,不仅演技了得,在剧中的白润肌肤更是让人羡慕不已。 不少韩国网友纷纷表示,张纳拉看起来就像十八岁的少女,如今的张纳拉也变得十分谦虚谨慎,遇到主持人的夸奖也是满口推辞。